这样把VBA做出来 后面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是要把那个几个按钮给做出来 OK 反正按钮会越来越多 所以各位 要有点心理准备 反正将来就是做按钮 如果你看到一个按钮 你就要想说这个背后的程式怎么写 OK 所以如果你可以马上可以反应 然后呢 马上也可以自己大概知道怎么写 然后也写出来也没错 也不是 而且也很顺的写出来 那表示你应该有跟上了 后面的东西再给你 你也可以马上又 那再来你也可以思考说 工作里面有哪些地方 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可以把你学的东西加到工作上 然后一边学一边可以练习 在工作上也可以练习 那这样不是一个正向循环 越来越熟 OK 你会觉得这其实都 好像就不会觉得什么 而且你会发现程式真的不多 比如第一个 在这边输出好了 比如我多一栏 OK H栏好了 那我希望在这边输出什么公式 就是把这个公式 这个或这个公式丢到这边来的话 有没有 就这个 其实就把这个丢到这边来 做法 固定sov 一 怎么样 我们就切到vjobasic里面 二的话呢 记得就插入什么 插入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有没有 OK 那我已经插入了 如果你再插入一个变这个 那里面就空的 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再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sub 有没有 成绩底线公式 enter 然后呢 在这边里面写什么 写一个回圈 什么回圈呢 for i 等于 第几 一般习惯的 第几列 第二列到第七列 所以for i 等于 7 2到7 有没有 然后输出到哪一栏 sales 第四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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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等于什么呢 再把这个公式复制贴过来 贴到双引号里面 不过呢 贴之前一样嘛 就里面如果有双引号 就把它变成两个 那再来的话 如果里面有列号 就把它改成i 输出 就大功告成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其实 做了很多遍了 所以我就大概run一下 剩下的h你们就快速拔完 清除而讲没问题 清除就是 等于是后面加双引号就OK的 那可能会比较有问题是 这个成绩部分 这个成绩合格跟多重好了 OK 那主要跟上面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你会发现 上面这个丢公式 里面就丢一堆东西 那这个丢过来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只有一个a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资料量少 其实没什么感觉 那如果你资料一多 好几万 好几万 好几十万 百万笔 哇 那不得了 你会发现 所以之前有同学 存档 他用这个方式 哇 那个存的档案 非常的大 几十Mate上百Mate都有 可是 他问说 我怎么办 我档案还这么大 我说 那不然你什么 就把它改写成 用什么 用VBA来写就好了 OK 那你就会马上档案变小 可是问题 如何把什么 把这个公式的方法转变成什么 用直接输出的这种来完成的话 那其实大概也没有很复杂 因为基本上 我们刚刚有写过 就是利用什么if 有没有 如果两重if 这边有个then 它规则都一样 中间加一个逻辑判断 然后后面一定会有个and的if 反正特别注意 这个规则请你务必要记守 有头有尾 然后有做什么 如果中间有一个的话 就else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中间就是你要执行 如果为tru执行这边 如果为force执行这边 这个就两重逻辑 这个一定要记守 因为逻辑判断就是写成这样子 然后你缺一不可 字不要打错 就很容易了 就有点像你在资料里面 建立什么 就像筛选器一样 你会发现你将来要什么资料 自动帮你把它放在该放的栏位里面去的话 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怎么做呢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次一个看 所以这个输出栏 我们先合格不合格再做ABCD 首先的话这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底下的话 我就先把这些先删掉 我们把它重来OK 其实也可以拿什么来改 拿这个来改 成绩 复制过来 如果我今天想要做一个成绩输出 合格不合格的话 首先一样 你会发现 这边差别在哪里 就是把这个输出先一样 可能有点像恢复成清除 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说在回圈里面 写我刚刚写的东西 如果是什么呢 如果是什么呢 如果判断的话 要根据哪一栏呢 在这一栏 一栏 所以你就直接打sales 一般习惯那一栏就是i列的一栏 因为我们将来那一篮 它的列号会随着I去改变 所以通常是打是这样 然后后双以后后刮弧 如果这里面的词 假如大于等于60的话 这个是一个逻辑判断 比如说他会先把80分拿过来 然后他要做什么 再来Enter两下打AOS 然后Enter两下打Enter一符 反正我的习惯先把这个逻辑的架构先打完 打完之后再来决定要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这里 所以就把 就是H嘛 所以其实就拿这个来复制 把拖拉过来 拖拉到上面 按个Tab 输出什么呢 输出 这里面如果他大于等于60分 那我要输出什么 合格 所以这边就打合格 那反思的话呢 那就是不合格 所以就把这一段复制到这里 然后打一个布就好了 然后把这边 底下习惯就是因为 因为我习惯就是城市看到就喜欢那个 就是比较有多的东西 让他看起来就是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 然后排整齐 这样子的话呢 以后自己看 应该就不会有错 而且城市也相对的比较不容易打错 那我们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清除先清掉 这个就清掉了 合格不合格看一下 合格不合格 跟这边一模一样 那表示应该是正确的 然后再清除 好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 这个是两重的 其实就跟刚刚写的蛮像的 所以以后你就把这架构 学好就好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输出什么呢 这个多重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要怎么改成多重 其实也非常简单 一样把这个拿来复制 这个应该对各位比较简单 可是多重也没有很复杂 贴上之后的话 后面多两个字叫多重 Sub名称改一下 可是如何改 这边有一个蛮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说我要判断的 一样在这里 可是我要是ABCD ABCD 那A的话一定是大于等于多少 80分 那我们就不是合格了 而是什么 而是A 对不对 那else的话应该就D 所以我只要处理B跟C就可以了 可是特别注意 我A已经处理完了 D也处理完了 B跟C怎么处理 特别注意 请特别注意 这个有个小技巧 1 请你把A的这两行复制一下 所以要选这个A的部分 复制 2的话请你Enter到下一行 然后按backspace 跳到前面去贴上 我习惯是贴 贴的话呢 特别是这个一幅 把它back到前面去 反正就对齐上没有对了 然后这边就70 那这边改成B 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 一个逻辑判断里面 只能允许一个一幅 如果第二个一幅的话 就不能叫做一样是一幅 那如果第二个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请你把else加在一幅的前面 也就是说 第一个叫一幅 第二个呢 你只能叫做else一幅 好else一幅 那问题来了 那如果第三个呢 其实很简单 再把else一幅再复制 然后Enter 移到这边 贴上 移到最前面贴好 这样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多少 60 这边就是 D C 好 程式就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多重的叙述 其实就等于是把第一个一幅的部分 复制贴过来之后 在前面 多一个else 因为不能有很多个一幅 因为他不允许 所以他只能够怎么样 前面加else else 有点像是 就像写论说文一样 这首先嘛 其次 再其次 再其次 有没有 实在想不到了 就是除此之外 有没有 OK 所以其实写论说文呢 有时候跟你写那个程式概念也有时候也是蛮类似的 有没有 然后大概是这样 而且这还蛮好用的 这蛮多地方我都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都 反正就把那个架构想完 然后就 程式写出来 事情就完了 OK 他就会自动帮你 循序的把资料给输出 好 那写完了 所以回圈 2到7 然后分别判断输出 我执行看一下 有没有 一模一样 这个的话呢 就跟刚刚的最大不一样 就是这里面是放A 这里面是放公司 所以如果按一下这一堆 有没有 所以比起来的话 这个的效率 还有他的档案一定会比较小 只是说难度也会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两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OK